台中花市展出了100多棚高月杜鹃 有大型组、小型组还有多瓶组 根据花色花形还有树形进行评比 五颜六色的杜鹃花美丽绽放 不用飞往日本也能一览美景 成为了假日踏青的另一种选择 白色杜鹃花绽放一旁的红色花苞也含苞带放 这瓶续枝全是花浓的得意作品 它的花色也是千兵万化的 所以现在你看它有大部分都是白色的 不过它是有喷雾出来的 还有整朵是红色的 将近150棚作品在台中花市广场展出 有大型组、多瓶组还有小型组 将由四位专业评审老师针对花色、花形还有树形 进行评比后选出佳作 高月杜鹃从日本引进跟一般常见的瓶户杜鹃相比 花色变化更多 像是彩晃本身就有白色、粉红色 还有线条纹路 种植上有一定的技巧 高月所有在盆栽界里面 高月是最难照顾的 因为它的病虫害非常多 除了它的水分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然后施肥也是一样 不能超过 优美树型加上鲜花点缀 吸引民众拿起手机记录这难得的一刻 不用出国在台湾也能欣赏高月杜鹃 所以这个高月杜鹃它就是 化色变化非常多 它品种也非常多 大概引进台湾大概现在也有一千多种 就每一个品种都不一样 加上持续到4月10号不同风格的杜鹃为花式再添风采 成为假日踏青的例内选择